心里加油 不要睡着 社僚国中三联级学生张俊逸 日前发生遭篮球架押伤 送医后不治身亡的意外 在29日一早 医员许素霞与县长林明珍 以及教育处长 社会及劳动处长等长官 到民间乡殡仪馆慰问家属 并且资赠3万元的慰问金 今天特地来慰问 他的阿嬷 给他一个慰问金 因为看到我们这个同学 发生这种不幸的事件 我们内心也都非常的不忍 我现在已经通知 我们教育处前面的 检查所有学校的运动措施 有危险的 或是说老旧的 该淘汰犯新 我们就要淘汰犯新 避免再造成同学的伤害 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张同学 不幸的往生的 我们内心都非常的哀悼 希望这种事件 不要再继续发生 针对张信同学 不幸生亡的意外 应允许苏霞陪同县长 前往慰问家属 并且呼吁教育处 应该对于各个国中小学 老旧设备的运动器材 进行淘汰 以及加强各项设备的检测 让校园安全 受到更完善的保障 今天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管长 以及我们的村长 来到现任 很多关心 实际上也呼吁 我们的管政府 以及我们的教育处 我们各个国中小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不管说 我们的这些油气设施 比如像我们的篮球架 我们的设施 如果比较老旧的 我们一定要给它做淘汰 表面说 我们像这种设施 不足转的时候 孩子就去设施 发生这种 这种大一个异合 因为好好是一个 安全的一个校园 孩子在这里 上海八点钟 我也希望 我们这些老师 跟校团 可以顾及到我们小朋友 也希望我们把校园安全 可以做得更好 以后 让我们小朋友 在各个学校里面 上课 有更好的一个校园环境 竹山社寮国中学生 造篮球架压死后 为了安抚学校师生的情绪 县府教育处 将派设公司 进入校园 协助老师 进行学生心理辅导 议长和盛峰 期盼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督促各个学校 全面做好运动设施 安检工作 让校园更安全 明星文亮伟林 竹山采访报道